我们来做一个就是怪异傻的说的叫胡带面 也就是拉桥子 有块面条 和面应该选择高筋面粉 准备适量水 在水中加入少许的食盐 将盐水倒入面粉中和匀即可 把面团和好了 和好以后我们均匀的先把它擀开 把面干的薄薄的 干的这个合度吧 这些是相当于半厘米吧 选保鲜膜什么的时候拢起来 放到冰箱里面 放它一个小时以后两个小时都可以 能放的时候 能放两天都可以 这块面 你看这已经进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了 好 把面拿开 看着宽子又直进来 像这个你看今天我来的四条吧 为了不让它蘸 稍微撒点油 刷点油也好 或者是发点面粉也好 就是为了不让它蘸到一块 我们等于一把就拿起来了 我们一个一个摞起来 拿条子 均匀的韵粒 轻轻的一拉 再扎一下 这样的自己往开拉 匀性 韵粒器比较均匀一点 不要过紧 两头刷的地方比较厚 我们可以写曲调糖 如果一条一条的就不需要曲调了 鞋子 看 拉好了 把锅里都向进来以后 我们拿筷子 一向去稍微一搅 它就散开了 大概煮它一分钟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所谓拉一条 这就好了 看这个面 看两人 喜欢吃什么菜 黄豆芽、驴豆芽都可以 稍微烫一点黄豆芽、驴豆芽 放到碗里头 再把面倒进来 来吃就是再调点自己喜欢的味道 这个味道吧 这个调和我主要是一点酱油 一点醋 再稍微放点蒜 放点葱花 喜欢吃辣吧 这少放点辣 还有放点辣椒面 这个辣椒面不会辣 好了 换油热一点 好 好了 把它在这 吃热的这枪上来 这是枪的时候 枪出到香味道来 把香味道枪出来 好了 这一碗面就好了 这是西班人 我们那的时候 吃面的时候 有一个最普遍的一种吃饭 这种吃饭在这块 它保持到面香 又爽口 又能吃到面的那种筋道 这个吃饭在这块 这个吃饭在这块 它保持到面香 又爽口 又能吃到面的那种筋道 这种吃饭在这块 就能吃饭在这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